一个傻学生抱着难挂就往考场里冲 监考老师将他一把拦住 学生急忙掏出准考证 没想到监考老师却说 山里来的 山里来的 四十五分钟里不能再加上考试 回去吧 回哪儿去啊 回山里啊 我还没搭卷呢 你太对了 考生须知 你都迟到了四十五分钟了 按规定吃到半个小时都不能进考场了 回去吧 可我还没搭卷呢 教导主任看着山里来的学生可怜 就让一旁的老师给他拿套卷子 让他在院子里搭 考试结束后 傻小子把卷子拿了出来 带他来的徐老师 看着搭的满满的卷子甚是欣慰 转念一想 他怎么把考卷带出来了 傻小子告诉老师他们不收 了解完情况的徐老师很是气愤 带着傻学生闯进了主任办公室 这卷子 这卷子我们不能开往 没有 规定 规定 老师 您跟我说规定是吧 你们这些吃饱成个没事干的人 弄出那么多规定来 这不行那不行咋样行呢 老师 同志 谁规定我们就必须住在大山里 谁规定这些孩子 坐下 坐下 谁规定这些孩子 就必须得在比你们想象恶劣15倍的情况下念书 求学 这个看上去傻乎乎的学生 叫月书里 从小在大山深处的半碗村里长大 在学校里属于最淘气的孩子 虽然家里非常穷 但他从没因此而感到自卑 他上学从来没交过作业 因为作业本 他买不起 尽管这样 每当老师提问到他时 他总是全都能答对 无信邪的数学老师给了他一张试卷 想试试他的成绩 没成详 所以一转身的功夫 书里就交了卷子 仔细看看 答案竟然全都对 这可是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卷子 一瞬间 徐老师感觉发现了宝贝 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 也随之燃起 他一直想考研究生 想凭借知识走出大山 改变命运 即使到了这个年龄 也念念不忘 虽然现在自己不行了 但他的学生还有希望 第二天 徐老师立马到书里家家房 刚一进门 就瞧见书里把肌肤安在地上打架 原来放学后的书里 看到妈妈额头上的伤痕 所以才要给妈妈出气 消停下来后 徐老师说明了家房的目的 上次书里数学考了100分 展现出非常大的天赋 他想让书里参加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 爷爷听完后双手支持 但肌肤和妈妈却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上学没有用 还不如学一门技术 以后好赚钱养家 于是书里也不去上学了 帮着家人干起了农活 徐老师气愤的找到书里 上去就是一脚 夸你两句 你上餐了 谁叫你宽客的 我问你谁叫你宽客的 说着 徐老师把参赛的准考证掏了出来 书里只看了一眼 就继续低头除草 徐老师恨铁不成钢 这时 刚好几个逃课的学生路过 徐老师大吼一声 几个学生立马站住 你们不是爱宽客吗 我叫你们宽客够 都回家给我拿出头的 徐老师带着逃课的学生 一边除草 一边教他们学习 而书里则在一旁复习功课 自从那天之后 徐老师每晚都会给书里 单独辅导功课 就连邻居家新买的电视机 也不许书里看 可到了比赛那天 书里却又不去了 好小子 给咱考虎一个状怨回来 振着那帮城里人 不去 家里那么多事 没钱 你个小狗似的 你瞎操啥心的 徐老师硬拉着书里来到村口 搭上了去城里卖南瓜的三轮车 在路上 徐老师鼓励书里时 一个不小心掉下了车 他爬起身 快步向前追赶 但车主却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 眼看着已经追不上 徐老师只好挥手 让书里先走 等书里赶到考场时 他已经迟到了45分钟 监考老师没有让他进去 只是给了他一张卷子 让他在外面作答 虽然书里按时答完了题 但成绩却不算数 徐老师带着书里 找教导主任理论 但规矩就是规矩 就算他是主任 也不能任意破坏 没办法 徐老师只能带着书里离开 临走前教导主任特意交代 以书里的数学水平 明年可以来报名 世界奥林匹克中学生数学竞赛 一直在大山里的徐老师 根本没听过这个比赛 一旁女老师抓住机会 对身为山里人的他们 冷嘲热讽 虽然被人看不起 徐老师并没有生气的意思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书里多有天赋 回去的路上 徐老师一直笑个不停 他相信书里有这个实力 还畅聊起来 得了金牌之后 都想干些什么 书里说 卖了换钱 帮爷爷买树苗 因为爷爷一直想将后山栽满树 然后再给徐老师 买一台340寸的大彩电 听到这儿 徐老师愣住了 就在上个月 村里有人买了台34寸的彩电 放在大门口 徐老师说人家臭闲呗 有本事买340寸 一句牢骚话 竟被书里记在心上 晚上回到家后 徐老师看着电视里 邓亚平领奖的画面 突然就热泪盈眶 仿佛看到书里 站在台上的样子 可到了田之院的时候 书里竟然填写的是小中砖 徐老师气坏了 他立马赶到书里家 质问书里继父 是不是他搞的鬼 继父一听 直接将他关在了门外 没办法 徐老师只好偷偷带着书里 进城参加中考 等成绩出来时 书里一家子都沉没了 竟然是重点中学 看着通知书上的学费 他们只能哀声叹气 5000块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 就算砸锅卖铁 他们也凑不齐 听到这个数字 肌肤气得当场摔了南瓜 书里的爷爷得知这个消息 一向爱树如命的他 为了给书里凑够学费 冒着大鱼上山砍树 为了上学 书里自己也跑到十字场 拉十子挣钱 徐老师找到他 当场就是一巴掌 然后自己帮书里装十子 让书里在一旁看书 尽管全家为了学费 拼了命的赚钱 可还是没能凑够5000块 没办法的徐老师 只能跟自己老婆商量 最后写下欠条 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3000块 这才凑够书里的学费 入学那天早上 母亲没有说话 只是蹲下身子 擦了擦书里的皮鞋 在母亲的注视下 书里带着家人和老师的期望 踏上了求学之路 别的同学都有父母陪同 只有书里自己 孤苦伶仃 干什么全都是一个人 新学期刚开始 书里便发现了 自己学习上的问题 虽然自己的数学很好 但自己的英语 却比不上别的同学 对计算机更是一窍不通 他能做的 只有努力 趁别人休息时 接复读机 学习英语 用自己仅有的饭票换钱 只为了多学一会计算机 因为家里贫穷 书里每天只吃四两白饭 女同学看不下去 问他怎么不吃菜 书里只是回答 最近我上火 女同学没有戳穿他 给他买了一份牛肉 倒在了他的碗里 女孩告诉书里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特别淳朴 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他 两人就这样成了好朋友 这天 徐老师带着家里的特产 来学校看书里 城里的学生们看见 非要缠着徐老师买一些 耐不住软磨硬泡的徐老师 只好答应 但他不要钱 只要饭票 吃完饭回来的书里 听到熟悉的声音 抬起头 刚好看到这一幕 泪水忍不住的流了下来 这种恩情 他要怎么才能报答 徐老师看到书里 赶忙把换来的饭票 塞到书里手中 老师没有多说什么 将东西交给他 就走了 回去之后 看着袋子的特产 书里渐渐入了神 甚至还没来得及 向徐老师说一声谢谢 他追到校门口的公交站台 却看到徐老师 自己啃冷馒头冲击 这一刻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为了不让家里为难 他利用客余时间 找了份搬家的兼职 因为年龄太小 力气不大 书里不小心砸伤了腿 他瞒着老板接着干活 又不小心摔碎了雇主的鱼缸 雇主要他赔款700 但书里哪能拿出那么多 同学们得知情况后 一起凑钱 帮书里赔了鱼缸 强烈的自尊心 让书里再也撑不下了 他拎着行李 回到大山 决定向命运低头 家里人并没有指责 他们知道 这书里肯定受了太多委屈 这天 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即将开始 书里收到了中国赛区的邀请函 但书里却选择了放弃 是怕给家里再增加负担 为了让书里参加比赛 鸡腹当着书里的面 跳进了石灰池 第二天 书里一人踏上了赛场 在徐老师激励的歌声中 书里再一次离开傍晚村 这一次 他选择勇敢面对 你是勇士 你很坚强 你是勇士 你很坚强 在所有人的期盼中 书里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 代表中国队走向了国际赛场 在书里比赛时 肌腹生病住进了医院 尽管这样 他也没有忘记 书里比赛的事情 他手里仅仅攥着 书里参赛的报纸 徐老师夫妻也一样守在电视机前 关注着书里的比赛 不负众望 书里终于拿到金牌 站上领奖台 在全世界的面前 书里大声说出了自己 莫念过无数次的话 回村那天 傍晚村特意为书里 提前三天开了灯会 你是勇士 你很坚强 有父母 有老师默默的支持 所有人的心血 寄予一身 自己也要有信念 不能松懈 读书是成功最快的捷径 这样的电影 发人深省 希望山里的孩子 可以引起更多社会的关注 就已成功最高身很สBlue 对